陈振聪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在这次庭审中 陈振聪不断爆出猛料 他不但透露自己与公如新的情侣关系 维持了超过14年 而且更直接地说 两人之间有爱也有幸 当时年逾六旬的公如新 甚至还表示愿意为他生孩子 所有这一切 不但震惊了整个香港社会 也让这场世纪征产案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那么关于公如新的这场遗产争夺案 最近最令人关注的 就是我们刚才片子当中看到的 陈振聪他现在出来高调发言了 而在此之前呢 我们看到陈振聪一直是非常神秘地躲在幕后的 我想第一个问题呢 先请问马先生 你觉得陈振聪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来 非常高调的发言 我觉得说 找如从法律诉讼的观点来看 现在出来应该是最好的时间 重点其实不一定是说陈振聪 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出来 而是说他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出来 因为他一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 他不是说把全部的基讯摊开来给你看到 而是一点一点的出来 让人家觉得说 到底搞不清楚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他到底要什么 他要全部的遗产呢 还是想庭外和解呢 所以他好像这个策略一直在有所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应该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那么我们呢 现在先放下龚如心的案件了 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来说一说他这个人 说起龚如心呢 你或许会对他独特的造型过目不忘 六十多岁了还非常喜欢扎两条小辫子 明明是徐娘伴老了 却喜欢大家叫他小甜甜 有人说他怪 也有人说他装风卖傻 还有人说这是女强人故意制造出来的特立独行的效果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龚如心1937年出生在上海 1955年支身赴港 投奔父亲的市郊 当时以面粉大王闻名的王亭心一家 并在18岁生日那天 与王亭心之子王德辉结婚 沐浴着家庭幸福的王德辉 在1960年创立了如今名阳四海的华茂集团 上世纪80年代 华茂将主要业务转向地产 并最终成为香港最大的私营地产商之一 在这个时期 龚如心喜欢以清纯甜美的扮相 和丈夫一起出席公众活动 他们夫妻恩爱让人羡慕 1983年4月意外突然发生 王德辉被绑架 龚如心五天之内交付了1100万美元 王德辉最终被平安赎回 然而七年后的1990年 王德辉再次被绑架 龚如心又交付了6000万美元的赎金 但是这一次 他的丈夫却再也没有回来 此后整整三年 龚如心从公众事件消失 他常常动辄流泪 并且坚信丈夫尚在人间 总有一天会回到他的身边 他承知